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有这个交流 我是Aqua的工程师陈宇 那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题呢 是如何用开源工具集 去构建一个安全的云原生平台 那其实今天除了去交流开源工具集之外呢 其实也会跟大家去讲讲Aqua在云原生安全这块 我们的一些对于框架上的一些理解和一些看法 那其实安全是一个跟IT其他领域的方向相比 是一个很特殊的方向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在安全这个方向之内 有特别特别多的细分领域 对吧 那大家其实可以想一下前几年我们在聊安全的时候 我们其实去聊网络安全 去聊中东安全 去聊应用安全 对吧 那在现在我们聊安全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去聊IoT安全 聊云安全 聊云原生安全 对吧 而且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个到两个这种新的细分领域就出现 那这个其实也会让有时候也会让我们的安全的 做安全的人有时候感到很困惑 那这些新的细分领域之中我要如何去掌握 如何去用好这些了解这些新的细分领域 那实际上从技术的角度上来看呢 一个细分领域的出现很少情况下 它是一个自己向下的完全创新 那其实绝大部分的细分领域的出现 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去做的一些叠加和改变 那其实如果我们退回到安全的原点上来看 去理解这个细分领域的话 其实我觉得会更容易理解一些 那其实我们回到原点去看安全的话 可以看到安全其实它的本质上就是一个 攻守双方的一个对抗的过程 对吧 攻守双方会使用自己不同的技术手段 自己的武器库 自己的技术战 自己的方法论 这双方进行展开一场长时间的一个对抗 那这是一个安全的本质了 那这个本质在任何一个过程之中 任何一个细分领域之中都没有发生改变 那实际上对于细分领域来讲 我们改变的是什么呢 我们改变的其实是那个对抗的那个战场 这是我们改变最多的一个地方 那说最早我们的战争可能发生在平原 对吧 后来战争发生在山地 再发生在林地 发生在天空 发生在海洋 那战场发生了转变 那每一次的战场转变 实际上都会带来技术 带来方法论 带来一系列的升级和变化 那这是细分领域之中 真正变化了的东西 那今天我们所要聊的云原生呢 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新的战场 那简单讲一下什么是云原生 我觉得今天来参加会议的人 可能应该对云原生这个概念 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对吧 其实也并不陌生了 那云原生本身 它是如果按照2018年 Pepot定义来说 它是一个具有一些 特定要素的一个工程系统 对吧 如果你的应用程序本身 它是以微服务的结构去开发 并且它是以 这个DevOps的这种开发流程去进行 那在部署的过程中呢 使用了像持续部署这样的技术 那最后被部署在 不可变基础设施之上 那这样的一个工程系统 我们把它称为云原生 对吧 那因为Docker啊 像Cubernetes本身是 不可变基础设施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代表 那所以说大家有时候也会把容器 把Cubernetes和云原生 做一个简单的等同 那这是云原生 那我觉得这里面比较容易困惑的概念 是云原生 云计算 公有云 对吧 这些不同的这种概念之间 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那实际上来说呢 云原生和公有云和云计算 其实关系不是特别大 特别是按照 我觉得CNCF有一个观点 我是很赞同 就是其实云原生和云计算之间的关系 其实逐步的走向一个 越来越越来越割裂的一个关系了 因为云原生这个体系 变得越来越独立 那这几年云原生的发展 特别特别的好 那其实它的整个的技术扩展 它的市场规模啊 它使用的这个广度 已经远远超出了 大家最早对它的预期 其实我们大家可以发现在 云原生这个领域 它甚至是开始出现了 后向兼容的一些项目 对吧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应用程序 在因为一些技术的手段 历史原因 可能没有办法迁移到云原生的 这个技术架构上啊 它没办法做一些微服务的切分呢 对吧 那你只能用传统技术架构 那没有关系 云原生的技术架构 现在开始支持向后兼容 那现在我们在市场上 可以看到一些开源项目 已经出现了 比如像CubiBot 或者是像这种House 这样的项目 都可以解决 我们的向后兼容的问题 那随着这个向后兼容的出现 相信云原生这个市场 会越走越好 那但是他走的这么快的 同时也面临一个新的问题 安全的问题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云原生这个领域 成为了一个新的战场 那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所有的安全事件本身 它都是会跟着业务走 跟着钱走 对吧 哪里的业务系统比较集中 哪里的钱聚集的比较多 那哪里一定是比较容易发生安全的事件的 那所以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在2018年之前吧 其实大家很少会听说到一些 云原生领域发生一些安全事件 而实际上随着云原生的这个东西 这个平台被使用的越来越多 那安全事件越来越多 对吧 那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开始 逐渐的去关注云原生安全 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那针对云原生安全 如果我们现在一个安全的管理人员 我们要开始去了解云原生安全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最大的改变是在哪里 对吧 我们要做哪些变化 因为是变化促使了我们发生 外部的变化促使了我们发生变化 那外部到底发生哪些变化 我觉得变化最主要有三点了 第一点的变化是一个技术战的更新 那这实际上是最本质的一个东西 因为云原生安全这个细分领域的出现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云原生技术战本身 跟安全技术战之间发生了一个碰撞 他们交叉出了这个新的细分领域 那云原生技术战是一个比较独立的技术战了 那这个技术战里面其实包含的东西是比较新的 跟大家平常所理解的一些传统的工具 传统架构上的一些安全理念不太一样 技术战不太一样 那比如说云原生里面包含的微服务 对吧 服务治理容器编排工具 那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安全的人员 去逐步去新学习的一些新的技术战 那对技术战的一个学习 其实如果对技术战不了解的话 那么在做安全的过程中 我相信大家如果去从事安全行业 应该时间比较长的话 那对安全的一些方法论 对安全一些技术知识 其实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但是如果你对技术战的更新不及时 对技术战不了解的话 那其实就好像你走到战场上 你不知道哪里有坑 哪里有洞 哪里有掩体一样 就是好像你抱着一把加特林 进了一个你完全不了解 完全陌生的战场 那实际上你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技术战的更新是变化 外部环境出现的第一个最大的变化 那第二种类型的变化呢 是方法论的改变 那方法论的改变 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在传统的架构上 我们去做安全的时候 我们所采用的这种方法论 更最多的方法论其实是基于边界保护 对吧 基于流量 风险的这种分析 基于流量分析 那更多还有一些是基于 比如上侵入式的这种保护 那这是我们常用的一些保护上的一些方法论 但是这样的方法论放到云原生的环境下呢 实际上不是非常的适用 因为云原生环境有一些它固有的限制 比如说一个很典型的限制 就是一个性能的限制 对吧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基于流量的防控 这样的防控方式 通常对于性能都是比较 消耗都是比较大的 而且这个其实完全取决于你的代码的写的好坏 还有你的匹配的细化的一个程度 所以它对性能的消耗是很大的 那这个时候 而云原生的环境本身对性能其实是比较敏感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云原生资源 像POD像容器 这样的资源本身它都是比较轻量化 所以它对性能的消耗是比较敏感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其实很难把这些基于流量分析的这些工具 这种方法论去应用到我们的容器环境之下 它可能反而会影响到你的业务 对你的业务产生一些影响 这就这就其实我们就头中脚轻了 对吧 没有达到原先的目的 那另外呢 比如说原先基于边界的防控方式也是一样的 因为容器本身 其实你很难去完全的能够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调度 对吧 那其实同一个物理机啊 同一个节点之上 不可能一般来说啊 一般来说一定会存在说 两个不同业务系统的容器会运行在同一个业务节点之上的 这个其实你很难去真正做到这么西化的调度 对吧 所以其实边界也很难找到 我们又没有边界 我们又没有没法使用流量 那这个时候传统的方法论其实没有办法使用了 所以在云原生环境的这个环境之下 其实我们要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了 其实针对云原生环境的 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方法论 我们更提倡的是叫shift and left 对吧 用中文的话来说就是安全左移 那其实我觉得安全左移 这个概念呢 其实这个词其实并不能很准确的 完全的反映shift and left 这个词的一个外延 那shift and left 这个词出现了其实很早 它的出现甚至于早过云原生这个领域的出现 那它并不是专属于云原生的 只是在云原生这个领域里面 它找到了自己的使用的场景 那我觉得更好的去体现shift and left 这个词外延的一个翻译是什么呢 事前防御 把防御做在事前 这个事前是指在任何阶段的事前 并不是只是在那个我们所 我们平常所理解的一些 比如说写代码之后 对吧 这个事情 那等一下我们去看到我们的一个 首方的一个流程理论的时候 其实会看到在首方的每一个层面 我们基本上都在贯彻着shift and left 这样的防御的死方法论的思想 那在这里呢 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在首方 如果我们要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要怎么去 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在讲解决问题之前呢 我先简单的讲一下 介绍一下Aqua吧 那Aqua其实是一家成立于2015年的公司了 那Aqua其实是比较注重于云原生安全这个领域的 Aqua在2015年成立 应该是全球成立的最早的专注云原生安全的家厂商 那目前也是在所有的独立的云原生厂商之中 规模最大 产品线最全的一家厂商 那现在也是走到了一个独角兽的一个规模 目前Aqua还是专注在云原生安全这个领域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要去做云原生领域内的一些安全的防范的话 那防守方的方法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 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论 那其实在看防守方的方法论之前呢 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 如果我们要做云原生安全的保护 我们要从什么地方去入手 我们入手点在哪里 那这个入手点呢 其实我们其实复盘了很多安全事件了 其实我们会发现当你的环境下发生一些安全事件的时候 那一定是因为你在某一些方面 某一些地方可能是某一些阶段 没有做好所导致的 那不可能说你所有的门都关死了 但你还是发生了一些安全事件 对吧 这个可能就不属于科学范畴了 对吧 它属于玄学的范畴去解决的问题 我们也解决不了 对吧 所以说呢 其实我们如果把整个云原生的环境 去做一个切分的话 整个云原生的生命周期 是很典型的分为了三个显著的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是build 第二个阶段是infostructure 第三个阶段是workload 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构建阶段 基础架构阶段 以及工作负载阶段 那这就引出来我们做防守方的时候的 做原则的时候的第一要务了 就是当我们在云原生 去考虑云原生平台的安全的时候 我们必须 必须是基于整个生命周期去考虑 那这主要有最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整个云原生生命周期里面的 三个阶段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是你很难把它完全的割裂开 它们之间在相互影响着 相互的拉扯 所以说你没办法去说 我只做一个阶段的安全 很难 那第二个问题呢 是在于大家知道 安全本身是一个木桶原理 对吧 那你安全的好和坏 其实取决于你木桶之中 最短的那个板 对吧 安全的那整个木桶容量 取决于最短的那个板 所以说如果你只做了 某一个阶段的安全保护 那其实剩下两个阶段 或者说你在某两个阶段 要两个阶段花了特别多的力气 而在其他的一个阶段 没有做的太好的话 其实会做很多的无用功 也是一种 其实也是一种投资浪费 那所以说这是就引出了 我们的第一个原则 在做云原生安全的时候 我们要基于整个生命周期的 这个去考虑啊 基于整个生命周期的方式去考虑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从防守方来讲 我们要做第一件事情什么 那其实在 其实我个人认为 第一件事情应该是更新你的技术站 你就是 那如果你不是从事 一开始是从事安全 但是你不是从事云原生的工作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应该是先更新技术站了 先去了解云原生的平台下的一些基础的知识 它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容器是什么 变排工具怎么去使用 对吧 变排工具 Copernetis 各个服务组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是首先要去做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我觉得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呢 是去构建顶层设计 因为安全其实 我们个人认为安全 其实应该从顶层设计开始 它是要有一个 它是方法论优先的 方法论优先于工具而出现 这是安全的一个原则 也就是说 做安全的时候 其实我们首先是有顶层设计 然后再把顶层设计 做逐步的需求的模块的分离 这个划分 然后接着呢 当我走到某一个细分的 那个需求的点上时候 我再去工具集里面去找 我的哪一个工具集 可以满足我这个需求 接着把这个工具集 用到这个需求点上 最终完成你的这个顶层设计的 这个结构 那这是安全的一个顺的一个结构 对吧 那我们来看 如果我们要去建立一个 安全的原生环境的话 这个顶层设计 我们要从什么地方开始 那前面我们说过了 我们说过了 我们的整个云原生的 应用的生命周期 其实分为了三个阶段 对吧 build的阶段 infostructure阶段 以及workload的阶段 那其实我们在做 整个顶层设计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依照 这三个阶段来的 那这三个阶段 其实我们分为三个阶段 把这三个阶段 分为了四个步骤 分为了四个步骤 那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步骤 那第一个步骤也是我们防御的第一个层面 那这个层面实际上是基于build 这个阶段来做的 因为在整个云原生环境的攻击的方式中 其实我们看到的最多的攻击方式 是基于供应链的这种攻击方式 供应链攻击是在所有的攻击的方式之中 就是出了名的特别难防御的这种方式了 因为供应链攻击 它的防御的这个点 它发生对抗的这个战场 它不在这个安全人员的管理范围之内 它通常发生在外部 对吧 所以我其实很难去管控它 那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个战场 的第一个层面 就是在供应链这个层面 那也就是我们的build阶段 对吧 因为所有的云原生的镜像本身是来自于 这个容器本身来自于镜像的 对吧 而镜像里面你所使用的基础镜像 或者你在基础 你在镜像里面打包的一些package本身 大部分可能都来自于你的供应链 那如果供应链管理做不好 其实会出现很多问题了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层面 基于供应链的这个检查 那基于供应链检查 其实我们可以检查的粗 也可以检查的细 那么在这个层面 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关注的点 通常放在几个 第一个是漏洞 对吧 那漏洞是我们通常 第一个会去检查的 那第二个点呢 我们可能会去检查一些 它的配置的错误 这其实是容易被忽略的 也就是说 你可能没有什么漏洞 你可能就是没有什么 CVE的这种漏洞 但是你可能存在一些错误的page 比如说大家习惯于 在镜像里面不打包用户 对吧 但其实呢 如果在镜像里不打包用户 那你的镜像如果运行成容器 它就会默认 就会以root用户去运行 这个其实是不好的一个行为 所以说其实现在 我们的一些最佳实验做法呢 更好的是说 我在集群的内部的节点上 我预先建立用户 那接着我把这个用户打包到我的 镜像这个dog file里面去 对吧 这样的话 我生成的镜像里面 本身是自带用户的 那到时候你默认启动的话 他就会用这个用户去启动 那这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实践方式 而且这种方式是比较容易 被大家有所忽视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大家在构建镜像的时候 可能会去包含一些 像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文件了 一些比较敏感的文件 像PEM或者Key文件 那这些也是一些不好的实践 所以说这种管理 其实都是属于供应链的层面 那我们要在供应链的层面 把它先严格的去做好 一个严格的管理 那第二个层面呢 其实属于infostructure平面 也就是基础架构平面 那基础架构平面 其实是我们所有云原生资源的 一个运行的地 它是那块地 所以说这块地上 是不是存在一些问题 其实直接关注着你的 这个容器本身 它的运行的好坏 对吧 因为如果可能你的镜像没问题 但是你运行的这块地有问题 其实最终还是会带来问题的 所以说在这块地呢 其实它这个地本身分为了 在基础架构平面上 分为了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呢 是你的编排工具平面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cubernetes这个平面 那第二个平面呢 也就是它再下层 这个主机平面 因为你的cubernetes 是运行在你的主机上 对吧 可能是linux 也可能是windows的主机 所以说在对于这个层面 我们的保护呢 其实cubernetes自身的安全性 做的还可以的 还不错的 它有一些 比如说像认证的机制 BAC 对吧 那这种机制 其实它是存在的 但是呢 其实最大的问题在于 它的配置比较复杂 所以其实会导 有一些误配置 所导致的一些风险面的 一些暴露 这个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这是我们对于 基础架构的 cubernetes平面上的一个 管控的一个重点的关注点 第二个问题呢 是发生在你的主机上 那主机其实照道理来说 它是不会暴露到外面的 对吧 所以其实它其实影响面 并没那么 风险面并没那么大 但是因为主机上本身 它的逃逸又动的存在 这个对于 女原生环境来说 是致命的 因为容器自身 它是没有内核的嘛 对吧 它本身是依靠 主机内核运行的 所以如果存在 这种逃逸的方式的话 其实就很危险 这就相当于说 我只要有一个容器被突破 那我其实如果能够逃逸的话 那其实我整个主机上的 所有容器都会被拿下 这个很危险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 我们在第二个平面 要去关注基础架构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第三个平面在哪里呢 第三个平面 其实我们是去关注 容器的运行的合规 运行的合规 其实这个阶段 大家觉得这个阶段 属于运行式阶段 还是属于运行前阶段 我个人觉得这个阶段 其实属于运行前阶段 运行前阶段 这也是一个我认为 在Shift and Left的 一个外延的一个体现 非常显著的一个地方 那大家所理解的 Shift and Left 可能更多的体现在 供应链这个层面 对吧 我把安全的管理 推进到供应链 这个层面去做 那实际上来说 这第三个层面 容器的运行的规范 其实也是Shift and Left 这个 这种方法论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外延体现 那我们在这个阶段 其实要做的事情 就是确保容器 在运行的过程之中 它不使用一些 非合规的运行方式 最简单的 比如说 它不能使用 Provilege模式 特权模式运行 对吧 它不能使用 Root用户运行 对吧 它在运行的过程中 它不能去mount一些 敏感的文件夹 对吧 这是一些最基本的 一些使用方式 另外呢 因为容器本身 它属于不可变基础设施 所以说容器的里面 它的整个工作的逻辑 其实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每一个容器只做一件事情 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当这个容器运行起来以后 我们尽量不要去影响 它的运行模式 不要在里面安装一些 额外的进程 或者给予一些额外进程 以这个执行权限 去把容器真正的变成一个 不可变基础设施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一步呢 其实我们做这一步 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是去帮前面的两个层面 去做一个容错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在建立安全体系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一个原则就是容错 因为我们相信啊 其实所有的人都会犯错 犯错不要紧 这是所有人都会犯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 每一步对前一步 有容错的机制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always next step 永远我们有下一步 我们这下一步 就是给上一步去提供容错的 那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 能够把容器的运行的 基线建立起来啊 把容器变成不可变基础设施 那其实这个容器对外暴露的 资源暴露的这个攻击面 就非常小 那么哪怕我在第一层面 和第二层面的检查之中 我有一些疏漏 也没有关系 那也没有关系 在这一步 它依然会被挡住 因为它没有攻击面 也就是说我对攻击者 我提高了攻击者的攻击门槛 那这是这一步最重要的一个作用 那第四步呢 第四步其实是真正的麻烦的地方 也是最难做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我前面三步全部被突破了 全部被突破了 那在本地的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通过一些 比较高级的应用工具啊 去启动一些高级防御策略啊 来做最后的防护 第四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的问题的数量会很少 但是防御的难度会很高 那这是因为它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啊 这是真正是比较消耗我们的 去考验我们安全人员的技术 和经验的一个点啊 在第四个层面 好 那我们做好了顶层设计之后 那下一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选取相应的武器了 对吧 我们要去找我们的武器 去工具集里面找武器 那其实云原生的这个工具集里面 其实提供了相当多的工具啊 那CNCF其实也发布了 在今年应该也发布了 那个DevSecOps的一个雷达图 对吧 在雷达图里面也列出了很多 做DevSecOps一些工具 那其实我前面说过 Aqua本身作为一家 Focus在云原生安全的一个厂商 那我们其实也提供了一套 完整的工具集 这是我们的工具集的地址 那大家可以到这个地址上去看到 我们其实有一套完整的工具集 那这套工具集里面 其实覆盖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三大阶段 那Build阶段 InfoStructure阶段 以及Workload阶段 三大阶段的全部保护 全部保护 Travis Starboard KubiBench KubiHunter Tracy以及Posting 那但是今天我们不可能 把所有的工具 都跟大家介绍完 所以我们在每个阶段 会选取一个工具 去跟大家去聊一下 它的一个作用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工具 Travis 那Travis本身呢 也是入选了 CNCFDevSecOps雷达的一个工具 就是Travis 我们来看一下Travis 在讲那个 在介绍Aqua的开源工具之前 我简单的跟大家提一句 就是Aqua除了开源工具集之外 那Aqua也有一套自己的商业工具集 也是能够实现 整个全生命工具的保护的商业工具集 那Aqua在今年其实也是被Gardener提名为 CNAPP 也就是Cloud Native Application Protection Platform 云原生应用保护商业工具集平台的一个领导者 那我们首先来看Travis 那Travis其实他有多种不同的部署方式了 那他可以以容器化的方式去部署 那他也可以以这种Binary的可执行 可执行文件的方式去部署 几种不同的方式去做 那Travis其实最主要解决的问题呢 是在Build阶段的问题 就是构建阶段的问题 那我们直接来看 通过一个Demo来看一下Travis的使用 好 那这个是我的testbed了 我的测试机 那我测试机上其实已经安装好了Travis OK 那我在这里选择的Travis的使用方式呢 是使用Binary的方式来运行 非常简单 你大家只 我是一个Ubuntu的机器 你只需要apt gate install 就可以安装Travis了 非常容易运行 那Travis其实有几种不同的运行方式 他首先可以白种方式运行 也可以容器模式运行 那他的扫描呢 其实集中在两点 第一点 他可以扫描你的镜像 你的image 那他的扫描 其实分了两个步骤了 第一个步骤是 我们可以扫描 他的本地镜像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本地我们有什么镜像 OK 本地有一个Ubuntu的一个镜像 那我们就来扫 用使用Travis去扫描一下本地镜像 使用非常简单 好 那他首先在扫描之前 他会去更新这个DB 啊更新DB 最主要是更新一些 呃签名库 那你看 他直接就会出现 现在在你这个版本之下 你的这个image版本之下 所包含的一些漏洞的情况 CV number 所对应的 这个severity 他的用心 他的这个呃 安全级别是什么 对吧 medium啊 low啊 或者是high啊 直接显示出他的 这后面就是显示出他的一些 这个呃 fix版本是什么 那这是 这是使用Travis去扫描 镜像啊 这是在本地扫描镜像 那其实我相信大家使用更多的 不是通过这种本地扫描的方式 对吧 而是通过跟流水线集成的一个方式 那其实呢 嗯 Travis是可以跟几乎 所有的主流的这种 CICG工具去做集成的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工具呢 其实是通过一个GitLab的工具去做集成 那呃 这是这上面本身 他也是我的GitLab runner了 所以我的GitLab runner也跑在这台机器上 那这是GitLab server啊 OK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CICD的GitLab CICD 好 看看runner OK 那这下就是我的runner啊 myrunner装在这台机器上 那非常简单 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 嗯 Travis必须啊 Travis必须跟你的 嗯 GitLab runner是跑在同一个机器上的 也就是说他只能扫描 他通他扫描的是你的本地镜像 OK 如果你有多个runner 啊 多个runner 那你在每个runner上 你需要一个Travis的工具在那里 OK 大家清楚 这是Travis的工作的方式 那 那我们只要到 呃 CICD PayPalette里面去建立一个东西就可以了 我们首先在可能在这里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doc file对吧 一个很简单doc file 那接着我们只要通过 Travis去 GitLab去 写一个GitLab CI的脚本 那在这个脚本里面 我们会调用Travis 我们会调用Travis 去做相应的扫描 OK 那他就会使用这个脚本 就可以去触发 那Travis的扫描 那触发Travis扫描里面 有几个是需要去注意的点 跟大家说一下 那就在Travis的这个脚本里面呢 我们可以去设定 你对安全管控的预值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设定的 预值是critical OK 那这个预值设定 critical的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我发现你的 镜像里面包含有 critical级别的漏洞的话 那这个paper line的执行会被中断 那他会失败的 他会失败的 那因为他他这失败的方式 其实是输出一个非零的返回值 大家知道我输出零 他其实是就返回一了 对吧 返回零的话表示我的楼水线成功 那返回一的话 其实就表示我的楼水线失败 那通常我们在楼水线下面还会接下一步 比如说是publish到你的仓库里 对吧 那其实如果你是返回一的话 其实他的下一步publish不会执行了 他会在这一步直接被中断掉 这是TRAVI的一个CICD的一个使用的方式 那其实除了扫描镜像之外呢 CICDTRAVI还可以去扫描一些配置 那这个配置其实也就是说 在这个配置还没有被打包成 配置文件还没有被打包成镜像 还没有被真正去执行的时候 我可以扫描这个配置文件 那TRAVI可以扫描两种类型的配置文件 那一种是我们所说的打包镜像 所使用的doc file 对吧 那除了doc file之外呢 TRAVI还可以去扫描我们的IAC file 也就是类似于我们叫Terraform 对吧 大家在公路语言上去执行 配置的一些模板的这个配置扫描 也是可以由TRAVI去扫描的 所以TRAVI除了是扫描镜像的工具之外 TRAVI还是IAC的扫描工具 InfoStructure is a code 那我们来看一下TRAVI的 对于配置文件的扫描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配置文件 其实在这个config里面 那这个config里面包括了doc file 对吧 包括了yam 包括了我们的Terraform的文件 那好 那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联合扫描 直接就可以扫描了 config 那他就会扫描在这个文件夹之下 所有的文件 那比如说我们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那这是扫描的doc file对吧 这个文件是对doc file的扫描 那么在doc file的扫描里面 我们发现了几个问题 那一个问题是说他的呃 两个问题啊 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用rute user 因为他没有打包user嘛 还有一个是他使用了add 应该使用add了 他们他使用的是copy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问题 那比如这是这是对yam文件的扫描 对吧 那接下来下面是对你的啊 deployment的yam的文件的扫描 对吧 这是在你的 这个yam文件还没有在k8上被运行 对吧 这是在运行之前的扫描 那接着下一个呢 是对啊一个terraform文件的扫描 这个terraform文件是在aws上去生成 你的资源配置的一个文件 那在你的资源配置被生成之前 你可以使用terraform 你可以使用yam 需要那个trivi去对你的terraform 进行一个安全扫描 那保证他没有一些安全性的问题 被包含在里面 ok这是travi的工作模式 好那travi之外呢 我们第二个要跟大家去介绍的工具呢 就是starboard工具 那starboard工具呢 最主要他其实是一个去扫描你的 他其实是一个pod的运行模式了 我们最常见的运行模式 是一个pod的运行模式 那starboard的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去看啊 你现在在你的环境之下 你的一些啊 你的一些配置啊 还有你的一些这个 嗯你起的一些资源呢 啊是否是符合一些要配置的 配置的安全性的一些要求 那我们在starboard的使用上 其实啊我们通常选择的 他的部署模式 是以pods模式运行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 他其实我们我们对于starboard来讲 我们会啊 aqa会自建一个CRD 啊会自建你家CRD 跟kubelet跟那个kubectl的那client去联合起来去使用 啊getpods 我们先建一个 我们这有一个starboard的namespace 那在这个starboardnamespace里面 你看我们运行了一个starboard的pod 对吧 那当我们在这个集群上去运行一个 当每运行一个新的pod的时候 啊我们每比如说我们kubi run啊 run一个新的pod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starboard就会开始去扫描 这个pod的一些相关的配置的问题 你看我们的getpods 那这个这个tomcat是我们之前运行起来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之前的一些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面有呃 ngx对吧 有tomcat还有一个postit的那个 工具我们来看一下starboard的扫描结果 starboard呢可以扫描漏洞也可以扫描你的配置 我们先看他漏洞扫描 那实际上实际上starboard是一个综合性工具 级文件了那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travi的这个工具 其实也是被starboard的集成进去 那也是被starboard进入进去 所以starboard在扫描漏洞的这个工具的时候 其实他是会去调用travi 那调用travi来做相应的这个扫描 所以但是starboard跟travi不太一样 就是starboard是在运行式扫描的 也就是你的呃你的这个pod在本地开始开始运行的时候 那他是调用travi工具进行扫描 大家会看到这里是扫描的相关的漏洞的情况 对吧 这是starboard的扫描方式 那starboard除了扫描漏洞之外呢 starboard还可以扫描你的相关的配置错误 那比如说我看到你的continual的一些配置 对吧这是posti的配置 这个数量就比较多了 那么他这个针对这个扫描的力度是比较细致的 ok 这是我的pro米修斯的容器 啊这个扫描的力度就很细致 你在哪些配置可能是一些不合规配置 是吧这是这是啊starboard的一个使用 那starboard的其实他是可以使用rego 去自定义相应的规则的啊 自定义相应规则 另外呢针对可以使用starboard 去对你的cubernetes环境 按照csbenchmark的这种方式去进行安全检查 配置安全检查 那嗯他可以以多种方式运行了 他也可以以binar那种方式运行 但是通常我们会以这个啊 crd的方式进行 以容器的方式运行 这种方式运行的方式会比较多 那最后一个工具呢 是我们要讲的工具呢 是tracy啊tracy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在第四个阶段 那个最下面的那个阶段 我们要去做安全保护的一个工具了 那tracy其实他本身是调用的eBPF的这种 那内核工具去做相应的观测的 那eBPF其实是我个人觉得是在linux 呃内核里面应该是未来最有前途的一个工具集了啊 因为eBPF本身他站在内核的平面 并且可以做一些呃内核的观测机 而且在内核的平面上 他不涉及到一些呃性能的问题 对对性能的保护是比较好 因为他不涉及到这个用户态跟内核态这个频繁的交互啊 所以说而且内核态上你能看到的东西更多啊 所以tracy是在这个平面下做保护的话 他站的位置非常的好 那tracy的运行方式呢 我们通常都会以容器的模式来运行tracy了 当然他也可以binar的模式运行 但是以容器的方式运行的可观测性效果更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个demo我觉得是Aqua的一个官方demo 这个demo其实我觉得做的非常好啊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个demo的方式给大家去看一下 tracy是如何去做好那通过内核观测去做好容器的运行是保护的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itai shakuri and i'm with the open source team in aqua security today i w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tracy which is our runtime security tool using ebpf tracy is basically collecting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on the operating system and then it processes this stream of events in order to detect suspicious behavior in order to run tracy you can just use our docker container that we have aquasex slash tracy if we run this we see that tracy has loaded a default set of signatures and let's try to simulate a suspicious behavior i have here a hello world executable it just prints out hello world but i also have here hello world packed which is the same executable except it was built using a tool that embedded this hello world executable into a new executable which at runtime unpacks it into memory and execute it directly this is a behavior that sometimes is being used by malware in order to evade being detected but we can see that as soon as we execute it tracy has detected this as dynamic code loading kind of behavior another thing we can do is to run this hello world using f-exec which is a tool that will help us execute this using a memfd file which is a a linux kind of virtual file handle that has no presence in the file system and therefore is quite popular in order to evade being detected by malware by anti-malware software so once we run this we see that tracy has detected it as file execution kind of behavior and the final example that we'll see is using strace which is actually quite popular and innocent linux tool but the fact that it is occupying the debug handle on the file means that it will block others from doing the same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call anti-debugging kind of behavior and this is another kind of suspicious behavior that we detect we have a large number of library of rules that we already detect and many more to come you can also write your own rules actually our rule engine allows you to write rules using golang or rego which is a popular language in the cloud native space all of the rules that we have written are open source in fact tracy is open source in github you can go to aqua security slash tracy all the code is here all the policies is here are here all the documentation is here and we also have a discussion stub that you can use in order to talk to us tell us what you think ask a question and whatnot would be happy to hear from you 好那以上呢就是啊啊夸吹吹的一个demo那大家可以看到了啊夸吹吹通过 ebpf的这种技术去从内核观测平面上去看到一些恶意行为的执行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最主要想跟大家分享内容也就是啊夸的一些开源工具集 去怎么去帮助大家去解决原生安全下的一些安全性的问题 当然了今天其实时间有限了其实没有办法去呃demo更多的工具 那啊如果大家需要跟我们有一些交流的话其实可以随时找到我们 那这是阿夸的中国的那个呃微信公众号 那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其实会经常的会发布一些我们的一些技术的观点看法 啊还有一些技术的更新 那如果大家想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公众号来跟我们联系啊 好吗谢谢大家